主席主委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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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们桃园县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形 就是说在我们的一文园区 政府可以提供给周边的建商 他能够在他建设的时候 提供足够的停车位 给当地的民众来使用 然后去奖励他 那么我想目前一品院 可能因为他的地理位置 正好在我们总统府附近 那么他牵扯到这个国家安全 元首安全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周边的环境 是不是适合提供这样的一个 这个足够 这个超过的这个停车位 那么提供这个较多的停车位 又会牵扯到他的这个容积率 可以增加他的这个楼层 可以增加 那在这个地方黄金地段 他是不是有不法的情形 那么再来一项就是说 对于民众来讲 最关心的是说 你给这些建商提供较多的停车位 用力很好 是说可以提供给周边的 因为这个寸土寸金 可以提供给周边的民众 也能够来使用这些建商 这个增加的这个停车位 但是就我们所知道 这种情况呢 并不如我们预期的 那么我们随便问一个周边的民众 他们是不是真的 因为有这 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地宝 像香林在我们这个市林管理 那边也有什么管理豪宅 都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这个优惠奖励停车 然后呢 未来可以提供 这个更多的这个公共停车 停车位呢 给当地的民众 但是实际上执行上 真有这么好吗 那么我希望 如果实际上呢 这样的美意 跟目前 当然一品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那这个在法规上 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来检讨 以上几个问题呢 请主委呢 详细回答 是 关于这个一品院的 这个 那个停车奖励案 是根据台北市在83年 84年就定的一个停车奖励 所以这部分 其实是他一个 依法来办理的一个案子 那么我当初在主持会的时候 其实是按照他 先前啊 他们的都市发展局这边 他的一个 有一个都市设计 跟那个土地使用的 一个审议委员会 他的审议结论 那审议结论里面 基本上 我们没有去改变他的审议结论 那他那个审议的会议里面 基本上 有相关的单位参加 包括 国安单位 你不要给我花很长的时间去回顾 我现在这个没有错 你是根据这个都市当时的都市審议委员会来来决定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说 当初为什么会在这个奖励停车的这个部分呢 同意在这一个特殊的地点给他放宽 还有就是说当初的用意是很好的 是说因为在这种寸土寸金的时候 这个周边的建商如果能够提供更多的停车位给我们的民众 那这算是等于是帮忙我们这个停车位 在市区里面停车位困窘 包括我们现在的艺文园群 桃园群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但是问题出在就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刚刚我提到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美意到你你现在去回顾 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在法规上是不是应该要有所改变 我想这部分的一个主管法规啊 在市政府里面它是属于都市发展局跟这个交通局 他们的一个权责啦 那因为他他那个停车奖励规定放那边 就其实现在最重要是有没有落实去执行啦 因为在台北市其实很多地方都停车严重的不足 不足的话他到时候就会到路边来停 路边这个甚至停车位不够的话 我时间的关系我希望这个部分呢 这个所谓奖励停车的这个部分 虽然我们乍看之下美意很好 但是呢我们很难相信他能够执行的很好 我都担心我们这个艺文园群都有可能 未来也会发生同样的问题 然后遭到质疑是不是有特别图利的状况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重新来思考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呢 我想要问你的就是 有关这个刚刚讲的这个WTO 我们现在这个GPA啊 已经给国外的厂商来得标 好像是有19个你刚刚有报告嘛 那么我们自己国内有没有到国外去抢标国外的一些工程 有没有这样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大概有多少 金额是多少 这部分我现在手边还没有这个统计资料 基本上对我们国家比较有利的部分 像我们国家最强的最有竞争力的 像那个IT产业电子产业的话 它变成它可以去直接到外国 我们现在针对就是国外的重大工程 工程的部分比较 老实讲我们这边的竞争力还不是那么够 我觉得 好这个是你的判断是说可能竞争力还不太够 我担心是我们这些资讯根本没有 所以是不是能够 因为我觉得既然外国的人可以来抢 抢标我们的一些工程或甚至就是说采购的东西 那么我觉得我们是否也应该跟我们的驻外单位 要共同建立一个平台 因为很可能很多国外的一些建设或者是采购 在我们台湾没有这方面的资讯 除了个别的私人厂商知道 也许我们也可以有一个集团 因为现在是必须要有一个集团来共同来打拼 对外打拼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工程会这边 在行政汇报的时候 一定要让我们驻外单位 针对这个部分 有一个共同的平台 让每一个驻外单位 把这些讯息全部都能够汇报汇整 然后让所有的台湾的厂商也有机会 能够因为有GPA 能够采购到或者是标到国外的这些公共工程 这我跟委员报告 实际上我有召开正式的会议 包括外交部 还有经济部 外贸协会等等 那是有要求他们提供这种平台 但是按照厂商业界的反应就是说我们提供的一个时机上 是比较慢 就表示说他们反应还是有限 但是去年的话 我们像中顶工程就有得标了泰国的石化工程 大概150多亿的工程 因为应该列有一项这样的一个专门的人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单独自己 以现在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大的这个规模 还有比别人还要快抢先一步的讯息 我们很可能是我们都在提供给别人 现在ECFA要推动 我们也很担心 因为我们的名称我们是以开发国家 那WTO的架构之下 比如说像中国大陆 其实他的经济体已经很大了 可是实际上他是未开发国家 就是说他还在这个 所以这个本来就怎么样 城市就不一样 那么换句话讲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很可能啊 变成冤大头 我们可以不断的提供 我们必须而且必须不断的提供 我们的所有的资讯 给别人来我们国家抢标 可是我们却怎么样 第一个我们自己没有足够的 你刚刚讲的 我们的规模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像韩国他们都是集体作战的 的方式 那我们不妨啊 我觉得我们未来的这个 这个公共工程 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另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在最早的第一时间 包括就是说 驻外单位里面 包括经济 都应该要有加一项 这一方面讯息的传带 我跟委员报告 目前经济部国贸局 是已经有建制了 这个外国标案的一个资讯平台 另外事实上 我们像美国商区 但是你刚刚讲速度太慢了 这一点一定要检查 那是讲过去是比较慢 但是我们有开过会 就协调 能够提早提供 等他招标 标案公开的时候 已经太慢了 应该预算列的时候 就开始了 对 你必须 而且你这个部分 一定要有专门的人 我觉得我们开始要训练 行政院这边 一定要开始训练 这样的一个人台 而且这样的一个team 否则的话 我们越来越开放 到最后是我们越来越被削弱 这是绝对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 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 一定要记得 那么第三项我要问的就是说 公共工程 其实呢 绝大多数都是针对 我们自己国内的 所有公共工程的建设 那么在这个 这个招标的过程里面 采购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一方面我们要兼顾 刚刚我们会有问题 有弊端 最主要就是说 你是不是合法 是不是属于公平正义 但是你又要考量说 他的品质是不是好的 因为如果你按照这个 这个合法跟公平正义 不见得这个品质是好的 那过去就是厂长用这个 最低标 然后抢到头破血流 结果做出来的东西 品质很糟 所以你又要兼顾这个品质 这个管控的 这两个重大功能 但是说 这两个生杀大权 这个是在你手中 但是呢 最后呢 成败呢也在你手中 因为呢 这个东西好不好呢 很关键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你对于 这个 我们现在要追的 就是说 每一次的这个重大灾 自然灾害的时候 我们发现 最脆弱的 往往都是公共工程 那么有很多呢 比如说过去 非常这个推动 前朝政府非常推动的 所谓这个 什么生态工法或什么 结果发现呢 根本不堪一级 完全不堪一级 这种东西 比这个 这个 比呢 这个煤座还要惨 还带动很多的 这个土石流的 这个灾难 所以这个部分呢 针对这个品质的部分 我想知道 面对这次88之后 你有什么样的形式 我们有什么样具体 可以来管控的 请你赶快回答 是我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 四个那个台风 我们就发现 你具体的讲 你时间有限 很多的这个工程 确实是好像是豆腐渣工程 像有些堤防没有放钢筋 或者放了栖栖栖栖的 他只有放石头 然后放那个草 说要给那个草长在石头 让它固定 当初我们就很质疑 还好我们后来那个 那个 那个南凯西啊 我们后来决定了 全部给它封起来 否则的话 我们这次会比上一次更惨 对 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我跟您报告 过去就是对工程的查核 只查施工部分 我们现在开始查核它 规划设计的品质 还有我希望你每一项 我上次有咨询过 每一项重大工程 只要超过一百万两百万 你就要有人专门的 我们中央的人进驻 去每一个时间点去监督 因为等到你交成果的时候 也许已经怎么样 做完了 该变成豆腐渣的 也变成豆腐渣的 你难道要重新开始吗 我觉得这个 从头到尾的监督非常重要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希望你这部分 给我非常明确的报告 好不好 我们希望一定要紧迫丁人 让我们所有的公共工程 不要拿着政府 民众的钱 还去伤害民众 好不好 是是 我们会加强这方面 谢谢